美国加州东北部奈华达山脉在周六下起暴风雪 高海拔地区估计至少会积雪三公尺影响多处交通 泰澳湖附近的居民处境堪虑 而海拔比较低的山区除了狂风之外还下起大雨 导致好几万户居民无点可用 澳后的积雪在加州东北部特拉奇镇的建物植物跟汽车上 形成各种可爱的形状 孩子们踩着滑雪板步行 性味盎然 消防人员跟做生意的业者可就开心不起来 加州跟内华达州交界附近遭逢剧烈的风雪 风速相当于飓风等级 阻断视线 横跨两周的80号洲际公路部分封闭 所有车辆都得下高速 内华达山脉西侧大约有50万人受到影响 气象单位呼吁民众尽量不要出门 居民则都事先做好了准备 特拉奇镇西边诺登区一座滑雪场 周六一早员工打开门 发现一夜暴雪几乎把整个门都堵上 滑雪场周五已经暂停营业 积雪清理完毕之前也无法做生意 不过降雪丰沛对水情很有帮助 加州水资源厅调查发现 这个地区今年一月跟二月的积雪量 已经达到三月平均积雪的八成 山脉以西几百万人仰赖山区的积雪融化 供应发电灌溉跟饮用的水源 今年春夏应该不必为缺水发愁 综合报道